來關心國際消息 法國當地時間星期一上午 在巴黎連續發生了兩起槍擊案 第一起槍擊案 一名攝影助理胸部以及腹部中槍傷勢嚴重 所幸第二起槍擊案並無傷亡 目前法國警方已經公布了槍擊手的照片 巴黎市政府也加強緊力戒備 並且全力氣拿槍擊犯 一名身著綠色大衣防彈背心 頭戴鴨屎帽的男子 手持長槍闖進BMF電視台巴黎總部的大廳 這是法國BMF電視台15號從監視器拍到的畫面 然而星期一上午 左翼的解放報位於巴黎的辦公室也傳出槍響 一人是在10時15時的報告 我們知道他撿了一遍或幾遍 他傷害了一個照片 他傷害了一個傷害的 他傷害了一個傷害的 這名男子在槍擊發生後逃逸 90分鐘後 同一條街上的法國興業銀行外也傳出槍聲 索性無人傷亡 接著接上一輛汽車遭到射程 並開往香謝李謝大道 法國官方表示 目前還不瞭解嫌犯的動機 也無法確定這幾起槍擊案件 是否有關聯 當時警方已經公布槍擊手的照片 同時巴黎市政府也加強警力借備 在香謝李謝大道及巴黎各主要媒體各辦公室外部署警力 並加派直升機在巴黎上供巡視 維護巴黎市區的安全 目前正在訪問以巴地區的法國總統歐蘭德 在槍擊事件後表示 不管用什麼方法 都要將嫌犯抓捕到案 繩之以法 新唐人雅特電視國際新聞組編譯